下午雨淡再度狂炸 双北市多处传出了积水灾情 尤其新北市新店40份时雨量 更高达了97毫米 永夜路山坡路段 马路变成了小河跟瀑布 瞬间的暴雨雷电 有民众说 活了60多年第一次觉得这么恐怖 而这场大雷雨也造成了台北捷运 文湖线耗质异常 松山机场也一度暂停地面作业 影响到航班十架次 那打雷那个厕所都准备震动 午后大雷雨 新北新店永夜路雷雨交扎 雨炸得吓死人 雷声太大了 才刚喊完侯控步 下一秒又出现闪电 小货车直接泡跑路边 车子泡跑了 暴雨狂炸 雨水根本来不及宣泄 道路直接变小河 甚至像小瀑布 大雨轰炸一个小时 山坡还出现落石 密布黑天 那个就是哇 然后雷声 我六十几岁 我第一次听到那么大的雷声 超恐怖的 新北市新店传出多起灾情 安中路口大淹水 车辆只能小心开过 雨水夹杂大量吐石 吸水暴涨高度就快 淹到附近住家 经济发布大雷雨警讯 雨淡同样狂炸北市 101还能清楚看见 闪电瞬间惊人景象 2号下午2点到3点 一场大雷雨气象鼠统计 双北食油量以新店40分最高 达到97毫米 乌来猫空靠近山区 也有74和55毫米 不只有积水灾情 暴雨还造成台北捷运文湖线 后置一场 六张里站到东吴园站 一度暂停营运 连松山机场也被迫暂停地面作业 一直到下午3点多才解除 总共影响十架航班 对流旺盛午后大雷雨造成大不变 气象鼠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 记者网上帮忙家台北新闻报道